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BotterStrap项目实战课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朝斌 本套课程的话,我们是以这个BotterStrap框架为基础 通过BotterStrap框架呢,来快速的构建小英式网页 在学习本套课程之前,你应该确保你有一些ATMR5,CS3的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以及JavaScript的GQuery的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那么你学习起来呢,会更加的容易 本套课程既然是项目实战,肯定就会有这个项目了,对吧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套课程最后的这个实战的效果 本套课程的这个demo分两个 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个这个网站的这个首页的效果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好,当我们打开之后呢,发现了这是一个网站的首页 然后我们往下下拉 可以发现这些展示的内容呢,都有一些动画 好,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是响应式,对吧 何为响应式呢,它可以适应我们的这个手机端 PC,平板,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谷歌浏览器呢 来进行调试,看一下它在这个手机端下面是怎样的一个显示效果 好,我们点击鼠标右键,来看一下审查元素 然后将这里把这个调试工具呢放到右侧 好,然后当我们放到右侧之后呢 我们就已经发现,诶,这里有了变化,对吧 好,这里的导航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按钮 然后让我们去这个按,点击,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标准的调试 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手机一样的按钮 好,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对应的这个手机 这个设备来进行这个查看效果 那么,比如说我们点一个这个iPhone6来看一下 好,然后点击刷新 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苹果6的这个设备上面显示的效果 好,我们点击看一下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导航的时候呢 它会给我们跳转到对应的地方 好,比如说,我想到下面来联系我们 好,那么这个联系我们就出来了,对吧 好,那么这是这个第一个项目的这个简单一个演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项目 好,demo2 那么demo2呢,是这个一个网站的一个管理后台 那么这个项目里面呢,设计的这个页面呢就比较多 打开来看一下 好,这是一个网站的后台 我们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 首先呢,有一个这个安全提示 那么这个安全提示呢,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 好,那么关闭掉之后呢,它就会自动消失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这个网站的这个数据统计 这里所使用的的知识呢,就是这个Botox Drive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表哥,表哥来制作的 然后这里的话,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是使用了一个这个GCRE的一个插件 好,那么这个插件的话,到时候我们讲到那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然后右侧的话,是一个这个服务器状态 那么这里呢,是一个进度条 相当于是个进度条 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Botox Drive呢 自身提供的一个这个显示效果 再往下呢,是一个团队的留言板 好,留言板 那么这里呢,可以留言 然后左侧呢,就是留言内容 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 有一个这个团队的这个联系手册 好,下面一个电话号码 好,那么这是这个后台首页 然后有这个用户的这个管理页面 那么用户管理页面呢 这里多了一个东西 我先把它去掉 那么就是这个在代码里面 调试的时候呢,都加了一个 好,那么用户管理页面呢 它有这个什么呢,用户管理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个用户列表 那么对应的用户后面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比如说编辑,删除,锁定 好,修改密码之类的这个操作 都是可以的 好,然后再往左 左侧呢,还有什么呢 用户搜索 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 这个搜索的这个表单 好,我们可以这个通过什么呢 用户名,或者是UID 或者是这个用户组 来进行一个搜索 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做了一个 前端的这个东西 它并不能够真正的 给我们把这个东西搜索出来 它必须要配合你的这个程序 对吧 好,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一个添加用户的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 我们点一下 它会弹出一个这个 对话框 一样的一个面板 那么弹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这里进行输入 输入这个内容 好,那么这是这个用户管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面板 好 然后呢 后面还有这个内容管理 好 那么内容管理呢 它和这个用户管理的这个界面呢 非常相似 对吧 和这个用户管理界面 好 那么同样的这里可以编辑删除置顶 那么因为是文章对吧 文章的话就可以置顶 当然除了文章列表 还可以添加文章 好,添加文章 文章标题 文章内容是否置顶 然后发布 然后再往后就是一个这个标签管理 好 可以添加标签 然后这个标签在这里可以删除 好 可以删除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本套课程 最后的一个目标 就是两个这个实战的这个项目 好 两个实战项目 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小音师的这个首页 好 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小音师的这个后台 好 我们后台也是支持小音师的 我们可以直接缩小这个浏览器 来进行查看 好 可以的 添加文章 好 没问题 当然我们这里也可以直接通过缩小浏览器 来进行这个查看 好 比如说我们点击移动APP 好 那么它就会跳转到这个APP的这个下载的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前轮开发 那么它就会到这个ATML5这里 论坛 那么就是这里 联系我们 下面 好 当然 这个我们可能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在这个进行跳转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这个 非常这个圆滑的这些效果 对吧 那么这些效果呢 我们在后面呢 也是会教给大家 如何配套 使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Botstrap之外的一些插件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是我们两个这个demo 本节课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实战项目的这个 这个实战中 好 感谢大家收看